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能量球 输出的能量越来越多了 你是说 能量球凭借自我意识增加了输出吗 十年前 也出了这种事 安德 要小心呢 能量级升得太高了 这个能量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在研发能量球 但是这个能量球好像很危险呢 编码内核怎么可能承受得住呢 唉 你别说傻话了 现在的内核无法承受 所以才要研发适配高能量级的编码内核 我开发第三代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只会说丧气话 那就出去吧 安德 安德 嗯 嗯 嗯 啊 啊 啊 我的能量球终于苏醒了 小蜘蛛 集合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只要可以得到能量球 只如我开发的第三代编码内核 我就能控制世界上所有的编码机器人了 小蜘蛛军团 出击 看来我得到能量球只是时间问题了 我也该开始下一步计划了 请你再忍耐一下吧 致命狼珠 今天我们要学习如何给编码机器人升级 输入高级的编码指令能让编码机器人的性呢 嗯 小蜘蛛怎么不接了 嗯 哦 哼 看来他终于决定要破冠破摔了 怎么可能 啊 小蜘蛛 你拿的都是什么书啊 你说呢 当然都是编码的书了 哦 很努力嘛 小蜘蛛同学 我整整在图书馆泡了一个礼拜 不过对于我这个天才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朱莉安的话就不好说了 小蜘蛛同学 你给大家讲一讲吧 对编码机器人进行升级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哦 哼 不仅会提升机器人的反应速度 还能帮助强化部分零件 哇 看来你下了不少功夫嘛 嘿嘿嘿 对于最厉害的编码战神小蜘蛛来说 都是小意思 嘿嘿 哈哈哈 接招吧 朱莉安 坚持一下真正的编码吧 天呐 太优秀了 哇塞 小蜘蛛太有才华了 哈哈哈 没错 真是梦幻级的编码能力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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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哈 啊 哈哈哈 最棒的 请你原谅我吧 我再也不敢挑战你了 求你了 我知道了 朱莉安 虽然你比我差远了 但也不是完全没希望的 加油吧 加油 真的吗小智 你的实力如此强大 心地还这么善良 不愧是真正的编码战神啊 是啊是啊 你说得很对 好吧 朱莉安 下次见面去叫我大哥吧 刘娜 千万不要崇拜我 小智 你给我站好了 小智 炒鸡怎么会这么好吃呢 吓我一跳 李凯你好啊 哦 高龙 你要吃吗 不用 我不吃了 有一件事想拜托你 拜托什么 那么我就指导你一局 好啊 我会好好学习的 我会尽量点到为止的 你也不用太担心哦 谢谢 你真是个好人哪 你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好要指导我一局的吗 那你呢 明明有这么强的实力 为什么要装得自己很弱呢 我听说编码学院有一个很强的机器人 看样子肯定不是你的怪力黑熊了 什么 我看你真的是欠教训 你接住 哎呦 还不错呀 就是现在 编码 超级爆率 抓到了 你输定了 黑熊 哼 今天也要努力学习 小智 你又在学习吗 我以为你只是在说大话呢 居然坚持下来了 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吧 因为熬夜学习上课时才会打盹吧 被 被发现了 可是你这样会不会太累了 这 这个嘛 毕竟我的底子太薄 所以得努力一点才能追上大家 我来陪你怎么样 真的吗 如果你觉得没问题的话 我当然没有问题了 谢谢你 小智 我觉得你入学后的变化很大 变化很大是什么意思啊 你刚来学校的时候感觉你有点淘气和贪玩 现在你好像比以前变得认真多了呢 是吗 这么说来的话 还是多亏有你们几个呀 我们 因为你们几个我才明白 编码对决不是为了打败对手一心求胜 还是和对手共同成长 成为朋友的过程 应该尽情享受 看来你真的改变了很多 竟然还会说这种大道理了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了 升级进行的如何了 那 那个 相当不错啊 没错 只要让红色风暴的性能整体升级 就可以使用凤凰之子那种高级别的武器了 是吧 我就知道 我肯定行 还有件事 如果要整体升级 就要把编码机器人的电源关上 直到完成毒区任务为止 是吗 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嘛 如果是第一代编码内核 大概两天左右 我还以为要多久呢 开始升级 辛苦了 接下来我们只要等着红色风暴醒来就可以了 红色风暴 好好睡一觉吧 下次见面的时候 你会变得更强 怪灵狠狭 对不起 怎么样 说得不得了 说了就知道哭鼻子 目标没几个了呀 快点解决掉他们 去下一个学校吧 我答应过你 绝对不会再让你受伤的 对不起 我没能遵受诺言 李凯 这是你最喜欢的巧克力饼干 怎么了 你没事吧 我刚才跟高龙进行了编码对决 什么 我不是说过不要和他们对决吗 他们可是以破坏其他机器人为乐的小混混 对不起小致你说得对 可是我的黑熊 该怎么教训这两个家伙呢 我的黑熊怎么办 李凯 先别哭了 先给小秋看看情况吧 好 维修的话 难度没有看起来那么大 是吗 谢谢你 不愧是我们的小天才 不过 这件事到底是谁做的 居然敢这么粗暴地对待编码机器人 我们绝对不能饶了他们 好 那么等我修好了黑熊 再来找你们哦 小秋说得没错 绝对不能饶了他们 怎么办呢 现在红色风暴还不能参加编码对决 不要担心 我们还有其他好朋友呢 我只是觉得不太对劲 没想到他们真的是坏人 对不起啊 小致 没事 如果是我也会误会的 问题是 红色风暴还在升级 无法对决 狐狸和黑熊还没有修好 这次只能由我和朱利安 阻止他们两个了 怎么样 你可以吗 当然了 就那两个家伙而已 绝对不要掉以轻心 你也很有可能会被打败的 小致 你不要担心我们了 就让大哥哥来给你报仇吧 你们想对付我们吗 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 一个一个赢已经没有意思了 干脆来场二对二车轮战吧 二对二 车轮战 你们几个听好了 二对二车轮战 是由两个机器人组成一组 轮流上场对决的比赛模式哦 以防情况不利或能量不足时 可以与队员交换 由新上场的队员代替队友继续对决 是不是很有趣呢 同学们要加油哦 我要好好教训一下你们两个 那你就试试看好了 千万要说到做到哦 哇 准备是太帅了 太棒了 可恶 怎么这么强 高峰 把他引到这边来 编码 龙卷风暴击 辽娜 别给他交换的机会 直接干掉他 他上钩了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啊 糟了 你们真的太过分了 忍一忍 小致 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故意激怒咱们 快起来 银色凤凰 好啊 你居然还想挑战我们 凤凰之子 出刀 嘿嘿 流浪好棒啊 流浪 小心哪 我来干掉你 超级闪电发射 银色凤凰 果粉 银色凤凰 换人 让我们见识一下你们学校的精英水平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厉害 唐月侧踢 推爆甩影 哇 他是怎么做到的 朱莉安他很早就开始进行T对多的编码对决训练了 T对二的竞斗 可以说是朱莉安见山床的形式了 你们俩还是一起上吧 你 别抢不起人 你? 你 二 而我 明彩不知 高龙 换我上场 尊 komb laat mostra 高龙 unto him 离鹤 这里要出事了 我知道 他们现在做得很好 你在说什么呢 那对双胞胎交换生 可是把所有滑招都用上了 所以我才说他们做得很好啊 这样才能告诉对手 用滑招是不可能一直获胜的 可是 是 真是没用 你到底在干什么 有时间抱怨 还不上场帮忙 好厉害啊 不得不承认 朱莉安这小子真的很厉害 高峰 要使用B计划了 知道了 笨蛋 为什么攻击我的机器人 还不是因为他躲开了 我有什么办法 躲开了你不会追着他攻击吗 既然他都躲开了 你为什么就躲不开呢 那我们的对决就到此为止好了 对决继续 让你们看看 我们真正的实力 炼狱 独献 合体 好了 真正的对决终于可以开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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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